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在与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对话中表达了他对美国的深切期望 丘吉尔的遗产不仅限于二战的胜利 他的见解也为后来的国际关系铺平了道路 他预言美国将成为20世纪的主导力量 并强调了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 即使在面对批评时 他对未来的洞察力依然令人赞叹 丘吉尔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 还是一种对自由世界的启发 透过施莫尔的深刻分析 我们将揭示丘吉尔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 并探讨他在自由与力量之间的平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快速变迁的世界中 我们常常寻找伟大领导者的灵感 而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的一生充满了精彩的故事和不凡的远见 无论是在高峰还是低谷 他都能以其独特的幽默和智慧洞悉未来 华尔街日报的施莫尔在一篇充满洞见的文章中 揭示了这位英国斗牛犬的深刻影响 1946年 丘吉尔在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交流时 竟然开玩笑说 如果我能重生 我想在美国出生 这可不是因为他对大英帝国失去了信心 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另一个全球巨人的崛起 当时克利福德的脑海里可能浮现出一个疑问 这个曾经说过 从未落下的日不落帝国的代言人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清美 事实上丘吉尔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他的母亲是美国人 这让他对这个新兴大国有着天然的清静感 他甚至打趣道 我对你说那些非常好的话 尽管我认为你的一些习俗相当野蛮 最野蛮的措施之一是你不要在吃饭时喝酒 让人忍俊不惊的是 这位老派的英国绅士竟然对美国的餐桌礼仪有这般唯妙的批评 丘吉尔的预言能力 就像他的雪茄一样浓郁而犀利 1930年代 他曾警告世界注意纳粹德国的崛起 随着德国的败北 他又将目光转向苏联 这也促成了他在密苏里州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著名铁幕演讲 对自由世界敲响警钟 施默尔指出 即便丘吉尔因好战而受到了批评 但他对未来的危险有惊人的洞察力 这种能力使他的声音在当时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丘吉尔来说 美国不仅是英国不可或缺的盟友 更是他所谓特殊关系的理想伙伴 他甚至设想过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共同公民身份 虽然这个愿景最终未能实现 但在1963年 约翰·甘乃迪总统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身份 成为他夸赞过的最受尊敬和最光荣的人之一 在88岁高龄时 丘吉尔成为了美国的荣誉公民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凡的荣誉 两年后 他安然辞世 但他留下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时代 施默尔在文章中提到 丘吉尔的百年诞辰再次提醒我们 他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光 以及他能洞悉未来的才能 施默尔 这位圣母大学的名誉教授 对丘吉尔与两位美国总统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 丘吉尔先生在白宫 一位首相和两位总统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本书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更是对未来的启示 丘吉尔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便是在看似绝望的境地中 坚韧的意志和超凡的视野可以为未来点燃希望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位伟大的领导者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无论是他的幽默感 还是他那顽强不屈的精神 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 成功不是终点 失败不是致命 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丘吉尔是美国人的后代 他与美国的秘密与公开关系 中国研究院 温斯顿·丘吉尔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 不仅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而且在塑造英美特殊关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从丘吉尔的美国家族渊源入手 探讨他与美国的秘密与公开关系 通过案例分析数据引用和专业术语的使用 深入研究丘吉尔如何利用其家族背景和政治智慧 加强英美合作 影响二战级战后国际格局 引言 英美关系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从疏远到紧密合作的转变 其中温斯顿·丘吉尔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一位美国社交名流 这使得丘吉尔拥有独特的跨大西洋视野 本文旨在梳理丘吉尔与美国的秘密与公开关系 分析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一 丘吉尔的美国家族渊源 依母亲珍妮·杰罗姆的背景 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出生于美国纽约 是一位富有的金融家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 珍妮活跃于19世纪末的欧洲上流社会 其婚姻和社交网络为丘吉尔提供了独特的国际视野 二 家族联姻的政治影响 珍妮与英国贵族兰道夫·丘吉尔勋爵的婚姻 加深了英美两国上层社会的联系 这种家族背景使得丘吉尔自幼 受到英美双重文化的熏陶 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丘吉尔与美国的公开关系 一 政治演讲与外交访问 丘吉尔多次访问美国发表重要演讲 其中1946年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 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 Iron Curtain Speech 警告西方世界苏联势力的扩张 该演讲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凸显了他对美英联盟的重要性 二 与美国总统的合作 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二战期间 丘吉尔与罗斯福保持密切联系 利用租借法案Lentless Act获得美国的物资支持 两人通过频繁的电报通信和会晤 协调战争战略 与哈里·杜鲁门总统 战后 丘吉尔继续与杜鲁门合作 推动建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加强西方阵营的团结 三 推动特殊关系的建立 丘吉尔倡导建立英美特殊关系 Special Relationship 强调两国在文化 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 他认为这种伙伴关系 对于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三 丘吉尔与美国的秘密关系 一 情报合作 超密电报的解码 二战期间 英国的密码破译机构 布莱切利园 Blatchley Park 成功破解了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 丘吉尔批准与美国分享这一种大情报成果 加强了两国的情报合作 建立联合情报委员会 为了更有效地对抗轴心国 英美成立了联合情报委员会 Combined Intelligence Committee 在战略情报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二 曼哈顿计划的参与 虽然美国主导了原子弹的研发 但英国在核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丘吉尔与罗斯福签署了 魁北克协定 Quebec Agreement 规定了两国在核武器研发方面的合作 与信息共享 三秘密外交与协议 丘吉尔通过私下的外交渠道 与美国高层建立了非正式的沟通机制 这些秘密接触 有助于迅速应对国际危机 协调共同立场 四 丘吉尔与美国关系的影响分析 一 政策制定中的美英双重视角 丘吉尔的决策常常融合美英两国的利益 他利用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争取美国对英国的支持 尤其是在关键的战争时期 二 英美关系的深化与国际秩序的重塑 在丘吉尔的推动下 英美不仅在军事上结成盟友 还在经济 科技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这种关系的深化 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 对冷战格局的影响 丘吉尔通过警示铁幕的降临 促使西方国家联合对抗苏联势力扩张 他与美国的合作 成为北约组织成立的重要推动力 五 结论 温斯顿 丘吉尔利用其独特的美国家族背景 和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英美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秘密与公开关系 不仅影响了二战的进程 也塑造了战后世界的格局 研究丘吉尔与美国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理解 当今国际关系的历史根源 认识到跨国合作与文化认同 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 三国文件 1. Gilbert M. 1991 Churchill a Life London Heineman 2. Manchester W. & Reed P. 2012 The Last Lion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mpany 3. Reynolds D. 2005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4. 施默尔 Churchill in白宫 一位首相和两位总统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具体出版信息代补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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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